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台湾国际打击月节 今年要迈入第22年了 这是全世界知名的打击月盛会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打击月家 朱宗庆打击月团的团长吴思珊 思珊老师你好 惠玲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黄坤岩 坤岩老师你好 惠玲你好 大家好 老师其实我想到TIPC 台湾国际打击月节 我就是想到那个当年 朱宗庆老师说要让百人一起打木琴这件事 是 没错 有一年的TIPC的那个闭幕音乐会 就是百人木琴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是舞台上全部都是木琴吗 没错 那时候 舞台上有46台木琴 对 有好像100个人演奏家参与那样子的音乐会 应该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就是百人同时演出 而且不是这个这个凑数的 是都是专业的打击月家一起演出 而且涵盖了国内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旅外的回到台湾来 还有当时来参加打击月节的国外的打击月家一起上台来演出 对啊 那次我印象也很深刻 因为朱老师他指挥针线琴 就是一首台湾歌谣 是 然后有来自美国的那个打击月年会的会长 然后各国世界各国的贵宾 然后大家一起同台演出 我觉得那感觉真的是四海一家大家融在一起 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动人 嗯 其实每三年一次的TIPC 大家印象都会很深刻 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表演团体来台湾 嗯 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表演 我们邀请了14个国家 然后10个表演团体 10个独奏家 要在台湾演奏30场的打击月音乐会 这应该是历史上游戏来最大的 历来规模最大的 而且场次最多 然后而且所到的县市是最多的 然后我们总共去了十几个县市 就是要做同时的 可以说是全台开打 同时 其实讲到台湾国际打击月节 很多观众可能不晓得 这个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击月节 有很多的乐团是会把这个拿来写在自己的履历上 我有参加过 可以帮我们稍微描述一下还有多厉害吗 其实国际打击月节 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 我们从1993年开始 当时朱老师他只是 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 台湾走出去世界走进来 他希望借由一个打击月节 然后让台湾的一些作品 能够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然后同时也引进国外的 一些优秀的打击月表演团体来到台湾 让台湾的观众都能欣赏到顶尖的极月演奏 那当然呢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各国不一样特色的特质的乐团在一起 大家共聚一堂互相的观摩鼓励 然后让整个极月的整个技能上面 全体的在提升这样子 当初一个很单纯的想法 那其实过程非常辛苦 因为当时斗大的标题就是 朱宗庆 严门托波 就是其实在经费上的宠物是非常的困难的 我记得老师那时候好像有说 当然啦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小很小 老师好像话当年的时候都会讲到那件事 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故事是 就是 93年其实老师说我人不在台湾 我没有参加到 第一届的时候 对对对要不要坤一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从老师开始有这个idea 要办一个国际的社会 大家都觉得说 哇很好啊很棒啊很兴奋 可是后来才发现 就帮他加油这样 后来才发现那经费从哪里来的 这个这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 那当然除了既有的譬如说政府的补助 或者是我们自己靠卖票的票房之外 其实一定还有很大的落差 对 那所以祝老师就 所谓的这个 闫门脱波都要四处拜托人 不管是企业界 艺文界或者是任何的好朋友 对 他只要五万十万能愿意资助 或者用借都没有关系 他就是慢慢这样子的筹起来 而且祝老师在当时也觉得说 这个活动如果办成功的话呢 对打击乐的那个影响是比较 应该整个是看得到未来的 才看得到接下来的 那但是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一次就 就可能就办完那一次就可能就放弃了 结果没想到 第一次的93年的成功后来也让了 让全世界的这个打击乐界很惊讶 有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我们从第一届就办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我们邀请了来自瑞典的法国的 当时都是最有名的打击乐团来到台湾 那而且他们也很惊讶 台湾的这个活动办得那么成功 也把这样子的讯息带回去全世界各地 到了96年的时候呢 世界的这个打击乐的协会 他们就总裁就亲自来台湾参加 所以也因为第一年的努力让第二届 其实就已经跟全世界的 最重要的这个打击乐的平台接轨了 也因为那样子就也逼着老师就 一直要把这样子的活动继续办下去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所以今年已经要是第八届了 其实我们每次跟老师讲到TIPC 老师都会说好累好累 他也跟团员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大家加油一下 对是不是他每次都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没有多久之后 也就是每一次到闭幕的那一个刹那 我们在庆功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参与的 不管是演奏家 或者是来参与的现场观众 整个活动期间 大家那样这么热情热血的融在一起 老师都是总是就说 好那我们三年后台北见 这样子 我们就 大家就愣住了 好我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有问了昆颜老师 昆颜老师TIPC到底有多厉害 他用一个非常浅白的方式让我了解 他说你就把它想像成是打击乐界的大联盟 这样我就了解 全世界最厉害的乐团都在这里 对 我们首先先来介绍 第一个乐团是荷兰皮可沙 好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个荷兰的皮可沙打击乐团 那这个乐团其实成员才四位 而且是非常这个有舞台魅力的这个帅哥 那他们四位在上两届有来过台湾一次 那也收到非常非常大的欢迎 那我们这一次希望他们再来带来新的节目 那他们也马上听到又要来台湾一口答应 所以他们其实也对台湾这个地方的打击乐界 已经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一次他们也将会带来很多新的东西过来 好我们先来看一段 昆颜老师刚刚说四位帅哥 非常精彩的演书 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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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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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昆妍老师听说你跟他们很熟 其实他们人非常nice 而且因为是打极乐 我自己也是打极乐的这个演奏者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 很容易打成一片的 譬如说我们可以一起玩乐器 在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就觉得他们 在舞台上的魅力 虽然是在舞台上感觉是 那个观众崇拜的对象 可是到了私底下 其实他们人都非常好 而且因为这个我们 我刚刚跟你开玩笑的时候 他们是荷兰来的团体 所以我们跟他聊起来 每次演出完之后 都会带他们去品尝我们的台湾啤酒 绝对不输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国产啤酒 是 他们是从法国的街头 对 街头艺人起家 对 所以他们的节目呢 都非常注重跟观众的互动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 他们跟台下的观众好近对对对 然后他们而且就是一直要求新求变 这样才能够吸引那个可能只是路过的路人 来欣赏他们的演出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演出真的是非常动感 活力十足 刚刚昆元老师有给我上一点点小小的课 像这样子打击乐的类型是比较像是有一点剧场类型的演出形态 他们的剧场类型是指说他们就是不是只有像我们一般看的古典音乐会 一首一首曲目当中 从敬离演奏完再敬离然后换场下一首 不是 他们是从 虽然有分上下半场中间有休息 可是他是半场半场是一气呵成的 在曲子当中他也不会说停下来换推乐器 他是当中会有一些串场的音乐或者表演 然后后面的乐器在后面在更换的时候曲目是不中断的 那再加上丰富的灯光效果 像刚刚各位看到的 不管是他即使是一颗大鼓他也会打光 让他有不同在不同曲子当中有不同的异象 那还有一些舞台的设计 比如说刚刚那一组很多鼓吊疤或者什么 他把它装成是立体的 不是只有我们像平面的演奏 所以在演出的肢体上也很像是舞蹈一样 那再加上他们灵活的范围 整场看起来是目不暇及的感觉 对 因为其实亚高森吉舞团 他们很特别的是他们的创办人 就是一位舞者跟一位吉乐家 是 对 然后他们创团的概念就是希望能够探索 就是吉乐跟舞蹈之间的一些互动 可是他希望观众其实是分不出来 他们到底是吉乐演奏家或者是舞者的身份